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昭君画地很丑 使他没有机会被汉原记看中 后来匈奴大蝉于呼寒邪来求婚 王昭君主动提出要去和亲 接下来的故事大伙都知道了 毛岩寿因欺君被杀 王昭君出赛 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灌完了大汉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可谓鞠躬之为 但以正式铸成的汉书 却给我们讲了一个不一样的王昭君 据史料记载 王昭君有一生理缺陷 为此不得不穿长裙 原来 他的腿形不好看 反正不是那八字就是外八字 而且 王昭君本身比较矮 又是宫女 长期站立 这导致他的腿可能粗而短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王昭君不得不穿长裙 拖地的纳重 而且 他还在裙子上挂满各种珠宝 如此一来 每当走路时 珠宝叮当作响 王昭君倾挪欲步 使其更添极许妩媚之坛 至于腿形不好 反正有裙子遮掌 谁看得见啊 另外 有资料显示 历史上压根就没有 毛岩寿这么个人 所以也就不存在 他丑话王昭君一说 汉书上说 是汉原帝不愿将亲生女儿 嫁去了苦寒之地 所以选中了王昭君 由此可知 王昭君应该并非冒过天线 否则以汉原帝之性格 肯放美人走 而关于昭君出赛这件事 七经达己苗写得特别唯美 有一群大人从昭君头顶飞过 昭君寻身抬头 大眼一看 哇 这人太美了 于是扑拉掉了下来 这就是王昭君落叶之说 而事实上 据白雪一阴一书记载 此事的确发生在王昭君出赛的路途中 由于山高路远 又十分颠簸 王昭君一路上苦不堪言 他的侍女见王昭君愁眉不展 变变了个故事说刚才王昭君坐石头上休息时 朝天上看了一眼 他亲眼看见 一只大眼直直的掉了下来 这定是王昭君太漂亮了 大眼都没法飞了 剑宫女说的杀有其事 王昭君心说反正 这也不是啥坏事 也就没有说啥 但没想到 那宫女将此事又讲给了其他人听 于是一传十十传败 就这么传开了 而据说 当他们休息完了 准备启程时 还真在路边上捡的一只大眼 于是 所有人都信了 各位 难怪王昭君能落叶 原来是炒作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